陈向传一脚把儿子的碗拆飞 让他在内娱的身价暴涨好几倍 陈向传失去理智的这一幕 是出自综艺爸爸去哪 当天节目组为了考核孩子们动手能力 在吃早饭前给他们准备了一个小任务 房间里有一个破了洞的缸 他们要做的就是把这个破缸装满花生 完成任务后才可以领取自己的早饭 结果Jessiper和萱萱两个孩子发现漏洞后 第一时间想着求助大人 在被拒绝后 一旁的萱萱尝试修补这个缸 而Jessiper不仅没有动脑筋想办法 还一直在晃动屋内的摄像机 花生的木瓢重重的摔在门上 看到被自己弄坏的工具 还得意洋洋的笑了笑 看到自己儿子在屋内大喊大叫 观察室里的陈小春立马黑脸 最后气得连视频都没看完 就直接离开了观察室 三两个孩子没能完成村长 不值得任务 但还是给他们发放了早饭 当Jessiper心高惨烈的带着早饭回到住处时 陈小春早已坐在门口等待多时 他并没有一上来就质问儿子 而是想让Jessiper主动说出 做任务的事情并承认错误 可Jessiper却当做什么都没发生一样 隐瞒了华生任务的事情 看着儿子撒谎都不脸红的样子 陈小春悬崖瞬间飙升 再次询问后Jessiper依旧撒谎 陈小春气得直接一脚踢飞了她的早饭 爸爸的正义举动吓得Jessiper当场大哭 可陈小春也并没有因为儿子大哭而心软 而是苦口婆心的教育儿子 小孩子绝对不可以撒谎 直到Jessiper承认自己的错误 并表示以后不会再犯 陈小春这才给了她一个拥抱作为补偿 并找到工作人员重新拿了一份早饭给她 虽然陈小春的脾气火爆了一点 但是她教育孩子的方式是非常正确的 同样是在这档综艺节目中 Jessiper和嗡航一起玩耍时不小心摔倒 作为父亲的陈小春并没有第一时间扶起她 而是让儿子自己趴起来 你拿着Jessiper手一起走 走吧 去海带地盒 其实当时的Jessiper已经连摔了两跤 第一次摔倒时 这位小哥第一时间把她扶起 作为父亲的陈小春看到儿子没事后 有放任她自己去玩 结果一转头她又摔倒了 面对第二次摔倒 她更是直接不管让她自己消化 在整期节目中也是如此 陈小春对Jessiper的管教方式 是男子汉式的严苛鞭痴 在节目中叫喊儿子都是吼叫的方式 带她走路都直接把她拎起来 那段时间里 几乎陈小春每隔几天就要上一次热搜 并且之后成了综艺节目的做上宾 但我觉得这些益处相较于她的家庭造语显得微不足道 因为在之后的生活中 她将懂得用更合适的方式 看培养儿子幼时的价值观